聽到特優 個性是代表隊伍興奮的跳起來 歷經各種挑戰長達七八個月 辛苦的準備與練習有了最好的結果 謝謝這些團隊的老師 我們努力了這麼久 終於得到了好成績 建德國中密春宗 在孫翠玲老師的帶領下 榮獲特優佳績 建德國中這次參加全國舞蹈比賽 花了一年的時間 又剛好基隆承辦這次的全國甲組比賽 我們從去年六月練習到現在 真的感謝教育書的經費支持 也感謝孫翠玲老師的編舞 也感謝學校的師長及家長的大力支持 讓我們經過十個月 能夠在今天有最好的表現 仁愛國校山與海的城市異語基隆 展現融入基隆特色的創意巧思 還有學生不慎受傷 依然不缺席排練 展現了絕佳的默契與毅力 抱回特優佳績 仁愛國小的五道班同學們 這次為了參加全國賽 總共努力了七八個月 從試賽得到特優之後 更加緊的練習 同時呢 孩子們堅持一定要站到最後一秒 所以我們在集訓的當中 孩子們克服所有的困難 一定要把最好的表現出來 此外令人感動的是我們的家長 都利用假日來幫忙我們學校製作道具 修復道具 家長也都當我們最強大的後援 務必讓我們拿到特優第一名 奎為十年 季隆再次辦理全國賽事 來自北區十縣市的佼佼者 各拼創意與武藝 季隆市這次承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北區的甲組決賽 總共迎接十個縣市的好手來到基隆 也為了歡迎近兩千位的選手來到基隆 我們基隆自言拿出最大誠意 我們動員的八間學校 一起來完備這次的賽事 那成就這一次利於美的饗宴 市長謝國良親自到場頒獎 鼓勵近兩千位參賽學生 我們明天主 明天主 現代 還有兒童舞蹈 四類的優勝的獎項 這一次的競爭一定也是非常激烈 你們會緊張嗎 不會啦 秉持著初心與對舞蹈的熱情 各縣市代表隊伍在舞台上揮灑青春 留下難忘的回憶 基隆市建的國中和仁愛國小的 舞蹈藝術才能班正熱烈招生中 歡迎對舞蹈有專長興趣的小朋友們 一起加入舞蹈的行列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啟動 太多了 小秋鈞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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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得